こんにちわ アヤです 各位 新年快樂 時間過得真快 就已經2019年了 然後呢 說到過年 應該很多人知道日本的過年時間跟我們不一樣吧 台灣的過年呢 是過農曆的 然後呢 日本的過年是過1月1號 那麼 日本人是怎麼過新年的呢 我反問了我身邊幾個日本朋友們 所以呢 今天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日本人過年必做的五件事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第一件事情是寫年賀狀 年賀狀呢 就是新年賀卡的意思 日本呢 大概11月底的時候 就會開始賣賣各式各樣的賀年卡 然後呢 通常送賀年卡的範圍非常廣 就只要是你認識的人都可以寫給他 就是呢 年賀狀它就是像明信片一樣 就是你寫好之後呢 你就送到郵局 然後呢 郵局就會照著你的地址然後送給他 通常在12月15到12月25期間寄送的話呢 對方都會在1月1號的時候剛好收到 所以呢 年末的日本的郵局都是非常非常的忙 然後呢 這時候呢 郵局它就會釋出很多個打工的缺 工作內容可能就是 分配一下 哪個年賀狀是寄到哪裡 寄到哪個區域的這樣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在年末的時候你可以去你家附近的郵局 看有沒有在徵打工喔 第二件事情呢 吃としこしそば としこし就是日文的過年的意思 日本人呢 他會在12月31日 大會日 也就是我們除夕的時候呢 吃蕎麥麵 然後呢 為什麼要吃蕎麥麵呢 因為聽說 蕎麥麵它就是很容易就可以切斷 有展盡過去切俄語和不順的意思喔 第三個是吃おせち料理 おせち料理的意思就是年菜的意思 日本跟我們一樣過年的時候也會吃年菜 但是他們和我們不一樣的是 他們年菜都是冷的 大概的話就長這樣 然後他們每一個菜 他們就是有包含的不同的意思 通常是相關語 像是黑豆的相關語就是勤奮工作 昆布卷就是跟ヨロコブ的發音相近 然後他們通常都會把年菜就是放在一個 一盒一盒的一個盒子裡面 便當盒那樣子 然後有的會有兩層三層四層這樣子 通常他們年菜都是那種醃漬物 不然就是那種煮物的那一類東西 然後年末的時候通常在超市或是一些便利商店 他們就會賣那種比較簡易式的那種年菜 可能就只有四個或是幾個那種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你可以去買來吃吃看 第四個是 這個我覺得認為是對日本人來說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能上面幾件事情有些年輕人他們就來了 然後就不會去做那些事情 但是呢我覺得 初子這件事情呢 是每一個日本人通常都是還蠻重視的事情 初子的意思就是 從1月1號到1月3號這個期間到神社去拜拜 感謝過去一年神靈的保佣 然後呢祈求新的一年可以平安順利 我問過我朋友他說有些人還會特地就是跑到很遠地方的神社 就是比較有名的那種呢去拜初子 然後呢去年我有去拜 去年我是去東京大神宮 然後呢我足足整個拍了兩個小時才拜到 第五個是 初子 初子呢就是 新春大特賣的意思 通常的百貨公司在1月2號的時候呢 他們會推出超值福袋 很多日本人就會去那 就會去那裡瘋狂的搶購 很像台灣的百貨週年慶的那種感覺吧 就是 擠到整個爆炸 雖然我沒有去過 但是我看照片就覺得很可怕 至於為什麼會是1月2號呢 因為通常1月1號的話呢 很多保佣公司會休息 所以呢在1月2號的時候開始1月的時候 他就會 就會有這個大特賣的活動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你想搶便宜的話呢 或是你想體驗一下那種感覺的話呢 可以去看看自己家附近的或是你有想去的吧公司他們的 他自立呢是什麼時候 好啦以上呢就是日本人新春必做的一件事情 賀年卡的話聽說現在人越來越少寫 但是我個人之前在Seven工作的時候呢 年賀狀幾乎是賣完的 就是年輕人也有 然後呢老一輩的也有 所以我覺得年賀狀這一個傳統我覺得 還是很多人會寫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你也可以寄給自己的日本朋友看看喔 那我們自己先到這裡啊 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 你可以看訂閱 那如果你對日本的女生有興趣的話呢 你可以去追蹤我的IG或是粉絲團喔 連結的內容都寫在下面資訊欄裡面 將內 新年快樂 有的 我每天啊 我的 elle 我每天啊 我可以去救我 還有最好 我第一次 我可以壓力 為你 我不是 我可以做你 我可以做你 我可以做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